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股票是我会员手中唯一的一档股票 它叫6712常胜 美丽细胞 新冠会员重症用药 好 那我们先讲大盘 离半年前半年剩两个交易日 那今天台股差一点点 其实在我的认为 其实台股已经创新高了 来看这里 这是今天台股的收盘 17590点 6月28号 好 以收盘来讲 这里最高4月27号的收盘 17595收盘 175954月27 好 今天是6月28 经过两个月的大底完成 今天收盘离新高的收盘差5点 其实理论上 它就已经创新高了 因为剩两个交易日前半年就过去了 好 再来的下半年更重要 我相信这半年来很多人应该讲说做电子股的人 应该讲大部分 除非你做航运股 除非你做钢铁股 做一些传长股 或者的话 大概这半年来 大概就眼睁睁的看盘 好像没怎么感觉 可是盘是创新高 为什么 好 我们拿台积电来看 这叫台积电 这里是619 619不是679 台积电的高点是679 这里是619 今天是590 这叫台积电 好 如果以大立光来讲 那大立光 这里是3000多 这里也是3000多 一样的时间 股网跟前子网 这半年来 都应该讲说都被套在那里 那下半年要做什么股票 现在是各位好好去思考 不要做错的 最好的时间点 剩两个交易日 不要再做错了 什么叫不要再做错 好 我们来看这档股票 各位你看到这档股票 叫3529立光 我常常拿立光来 做所谓的教材 为什么拿立光 立光是一档非常好的股票 可是我们说 它叫逆势股 什么叫逆势股 它是电子股 电子股 你看台积电这半年来 不算没有涨 而是跌的 可是立光呢 立光的收入是靠台积电 也就是台积电会帮立光收费用 因为它是IC 算是IC设计 好 只要台积电 然后有经营代工 然后有用到它的 然后它就帮它收 也就是从客户那边收钱给立光 就这么简单 台积电是679到现在是跌的 可不可以忘了 今天最高来到1475 1475 好 我们看这里 这一段 这里771 这里785 这里是从1065跌下来 这里跌了280块钱 各位 你想你在这里你能撑得住吗 假设你能抱得住的人 好 这里叫770 来到这里1475 将近一倍 也就是这一段你就赚得到 你在这里能接脑的人 你就赚得到 对不对 可是一般人不会 一般人不会在这里抱 不会在这里买 一般人都在这里追 好 那今天的立望呢 也就是上个礼拜 你注意看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二 上个礼拜一整个礼拜 你去买立望的人 今天全部被修理 全部被修理 所以我说不要再做错了 一档非常好的股票叫立望 你的时间点不对 你可能上个礼拜你买的 假设你买立望 这个礼拜就今天一天 你全部被修理 那那个是残入的宿命 就好像我说现在的航运股 航运股真的疯掉了 咳嗽啊 我说他还没完 但是如果你要晚可以啊 要记得 要记得 这个时间点 你去玩航运股 玩钢铁股 那叫短线操作 有坦力就走 然后你就去追 就跟小白一样啊 什么叫小白 现在年轻人啊 他每天都是在结账 什么叫每天结账 今天冲进去 后利就出来了 或者今天冲出去 明天后利就出来了 他不会爆 所以你为什么 航运股 钢铁股会一直飙 因为每天的成本 大家都在订高 大家都在订高成本 其实逻辑很简单 股票市场有时候讲一讲 只要你不卖 假设筹码有限 像航运股一样 像这些小白 这些年轻人 他今天进来 搞不好快收板的时候 后利他就出场了 或者明天上去 他很忙出掉了 然后出掉 又涨 他在追 然后再出掉 所以一直把成本暖上垫 那有可能 运气不好 我就会像立望一样 一个礼拜买的 你跑不掉 没有跑的人 今天全部被套 所以我说 这个时间点不要做错了 我为什么 待会儿你做六七二 尝试 做一档股票 第一个 他有没有故事 他有没有题材 假设有 有故事 有题材 那既然有 一定会来 就算迟到 也会来 来 我们看今天来 今天的 来 今天的长盛 一样的时间 你看 看 今天是不是把 这个礼拜 应该是 从这一天买的人 几乎全部都解套了 六月十六 对不对 四一八 六月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二 二三 二四 等于 二四六八 也就是等于将近十天 今天全部解套 因为最高有到 四百五十二点五 就一天的时间 你看这里 二四六八 八天全部 今天都把它化解掉了 这八天买的人 今天全部解套 解套意思就是代表 其实他没什么压 好 那我们看今天 今天拉上去 最高来到 四百五十二点五 最低四十七点五 好 今天量出来 我说 连续两天的量都在一百六十张 量收到没有人要卖了 我常常跟我的会很讲 你如果有长胜的 你要卖当然可以 因为股票本来就可以买卖 但是卖了就不要来了 不要再玩了 反正我说大家都赚钱 有了少数几个后面买 后面参加的会 你没赚钱 那赚钱你们就把它出掉 就把它出掉好了 干脆就出掉就不要玩了 你们去玩其他股票 不要在这里面打底赛 为什么 因为这种股票不是做一天 也不是做一个礼拜 它是做一个大波段 所以你看连续两天来 量收来 量收到一百六十张 六十六 六十二 量收下来 没有人要卖了嘛 对不对 那今天 今天会拉上去 然后再慢慢慢慢下来 只涨了八块半 那为什么 很简单嘛 我刚才讲的 你让这十天来 让这十天来的人 从6月16日到现在 在这里有人买的 或是有人抱住的人 抱的人 经过了这两个礼拜的煎熬 每天都很辛苦 对不对 就像连我的会员都会 他已经赚钱了 他的成本都在两百块以下 这十天也三不五十 就来骚扰我一下 老师 我们也看很多 老师过头在买 老师怎样 老师怎样 连我的会员都会 都会收不了 因为一般的散户是怎样 涨 好像离手当然 修正 整理 好像觉得 股票好像每天都要涨 我常常在讲 你卖手了好 你就不用烦恼 你就不要做 不要做过头了 对不对 有时候开玩笑 你就买台3D列印机 你自己印钞票 自己印 美金欧元 你都可以自己印 老师说 以我会员 假设我的会员 有时候讲白点 你坦敢开得到 对不对 你像长盛 你们买了1000万 现在是赚了2000万 变成3000万的人 你2000万你敢开得到 你也不一定开得到 你也不见得会花钱 对不对 那你就干脆印就好了 干嘛那么烦恼 所以你要让你的财务倍增 我说那个心情要放松 放开 我为什么很悠哉 因为我知道它要涨 它要涨到哪里而已 那涨那天 我会叫会你全部出掉 涨到我们的目标价 如果你受的会员 你就知道目标就在哪里 所以跌我 我跌我每天跟你讲 你看跌 天天跟你讲 可是今天一天而已 那今天我也跟你讲 今天为什么开高 要在这里慢慢 因为要让 我说抱不住的人 让它出场 股票要涨 我今天在 扣信里面 在影音里面 我也跟我的会员讲 这一两天 它会衰尾 为什么要衰尾 这八天 几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来 打电话来 老师 我们的高品 谁啊 老师 为什么不涨 老师 你告诉我 您告诉我什么 因为有时候 我说这种 这种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我要干嘛去回答你 我只告诉你 未来会涨到哪里 这才重点 那既然我的会员 有些人抱不住 那其他电视观众 你们有六七月常任 你抱得住吗 当然抱不住 所以今天上来 哇 解套了 赶快跑 赶快跑 股票 好股票就是怎样 就是要让人家解套的 对不对 只要买的人都不赔钱 这就是功德一见 不赔钱就功德一见 那你又赚到钱 你不受的会就赚不到 这样讲比较快 你不受的会一定赚不到 我每次都要拿这里 拿这里起来讲一遍 我说连房间里有很多分析师 只要听到我的名字都说 这老师实在 很厉害 锅票 我做一支锅票做得很久 他们都没办法 为什么 第一个他们不知道 他们手上的股票会涨到哪里 这样讲比较快 所以他们只能想 一直换股票 因为要收费 就一直换股票 一直换股票 然后呢 换对了 给他回完收钱 换错了 回完印度的事情 反正我就不断的介绍股票给你 推销股票给你 不断跟你换 换对了 来 叫费费 加码 升级 换错了 你们家的事情 所以我说 只要碰到我的一些头部老师 碰到我 有时候真的都会点头 肃静 你做一支锅票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有节目压力 那我比较没有节目压力 为什么 我这样再讲 我们做公司 有很多 节目就节目 怎样 对不对 26个月了 又怎么样 在这里再讲一遍 我很喜欢拿这里 4月15号 92块 看到92块 4月15号92块 4月16号也是92块 这都不能造假 4月17号也是92块 92点几 4月18号92块 这个都还能买378张 不是不好买都会能买 都300多张 300多张都会能买 而且不是只有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呢 好 然后今年 今年第一天1月8号挂牌 1月8号以前的所有的会员 我就请你买1月8号 163啊 好 到现在172.5 当天最高 现在呢 今天呢 你注意看 427.5 26个月 从4月 这不是去年 前年 那过两天就27个月了 下 这个礼拜就变成27个月了 那一个月节目会是200万 27成200就5400万的节目会 我问你啦 我常常有时候有些会员 大家我来 我应该这么讲 我说 我常常跟他讲 你来做老师好 这没给你出啦 好不好 节目会你出嘛 你交给公司的会员 我打不给你 你来讲长盛 好不好 这样子好不好 你来做老师 这个位置让你做 好不好 节目会你出 你交给公司的会员 我两倍给你 我参加的会员 我两倍给你 这样好不好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我的会员 你们 有时候讲白一点就是 我常用这句 一生邪命 500年前受人典利 金氏当永泉礼报 我是用回馈的心情 我对我的会员 就是我把所有的会员 都当我的文经郎 我算回馈 请问哪一个老师 敢讲一档股票 你告诉我好了 讲26个月了 哪一个老师敢 一个 不要说讲一档股票 讲26个月了 一个月 如果他只讲26档股票 那个老师就好老师了 如果一个月 他只带那会员买26档 他就是好老师了 不要说26个月买一档 要不要再讲一遍 你老师 一国家 假如你买26个 他就好老师了 20天买26档 就算一流的老师了 比如谢明清老师是26个月买党 那过程当然有一些 零零散散的 我们直接就 你来小玩的 真正的主軸就是 长盛而已 那我说这个点你们不要做错 为什么 好来看这里 这是上个礼拜五我拿起来的 这叫立望 我说用立望来跟长盛比 为什么要比 好 拉近 立望在去年的3月 19号161块 好 3月19 对不对 来到今年 这是上个礼拜五 这是周线 6月 整个15个月的时间 我问你好了 161到1470 我问你 你有没有15个月 一定有 保证有15个月 但是我跟你保证 你这辈子 不要说这辈子 除非你是我的会员 永远不可能 来 你的一千 算一千 算五十张好了 八百万 变多少 变七千万 成为五嘛 八百万 五十张可以吧 变七千万 对八百万变七千万 可是你在这里 如果你在这里 这一股票 这里已经涨久 我才想给各位一个概念 为什么 行业内股我不讲 不是行业内股 不是行业内股不会涨 不是 我没有看不好 行业内股 而是我没有办法 我不是代会员 切入最好的点 那我就祝福他 对不对 就像例外 我问你好了 从161涨到1400 起涨了9倍 你告诉我有什么股票 可以再涨9倍的 涨9倍再涨9倍 你注意看 161涨到1470 再涨9倍就是多少 3涨9倍多少 1万啊 1万啊 有没有可能 我现在每个人心里 好像不可能 再看一遍 从161涨到1470 就9倍 那请问他会不会涨9倍 不用 他会不会再涨1倍就好 会不会变成2500 来 不是2500 将近3000 1470 会不会再涨1倍 一档股票如果说你认为 他再涨1倍机会不大了 那这在买什么 他的风险比较大 那利润就少了 因为他可能不会涨1倍 对不对 那你要去追 那那是你没啊 就好像我为什么说 像这个行业类股 你认为行业类股 有没有再涨1倍 像万海已经300了 会不会600 那你认为会你就买嘛 那你认为 哎呦 300的万海要涨到600 好像 不一定会 如果不会 你的风险就会比较大 股票市场 你也可以去想 你买的股票 未来会涨1倍2倍的 你进去买 你的风险不要少 你可能 算1倍赚2倍可以 可是你也看得出来 他不会再涨1倍的 你要不要进去 所以为什么 我就拿立望给各位看 单单一天而已 你看到一天而已 把上个礼拜全部 买的人全部赔 我这里写6张 假设6张 马上就将近100万了 对不对 好 那因为 立望的6张 可以换长盛21张 这上个礼拜 换21张 虽然今天的长盛涨不多 可是这样来回就差很多了 我说股票会做 你这里是 差13万而已 对不对 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差13万 这个礼拜 来回就差100多了 超过100了 是不是超过100了 为什么有人钱越来越多 有人钱越来越少 钱越来越多的人是 他头脑有盔 他有自己的思考逻辑 他不会悠哄地去抢 最少我给各位一个很重要概念 一档股票你认为 他不会再涨一倍了 就不要买了 就这么简单 如果一档股票会来的 可能一倍两倍三倍 一定不卖 所以我为什么 会人的股票我们就不卖 为什么 我这个常常给各位看 看哪里 看这里 这里 这个 他凭什么未来会涨一倍 涨两倍 而且我也说 力望 力望这个价钱 这上个礼拜五讲的 力望这个价钱 或许 在常盛身上会看到 如果是 来注意看 这里叫419 这里叫1470 我说如果 如果有可能 我说假设 他的授权或合资 都能按照 来 能按照 像这个逻辑 像这个一模一样的 授权或合资的金额 1470还算便宜 好那等一下我讲 学习一下再回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董植 四周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对不特定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六七二长肾美丽细胞性尿骨 那我们不推介 我为什么要拿六七二长肾跟利旺比 来看一下 利旺并不是一天就从161到1475 不是一天就长了九倍 不是啊 好 往下看 我抓一样的时间比例 长肾160.5挂牌这一天 好 那假设抓一样的时间 你看利旺在这里也 涨到621还整理到446 然后这段时间多拦牌才有九倍 好 那长肾搞不好更快 长肾搞不好不用像利旺要15个月 那长肾搞不好更快它会来到1400多 那它凭什么 凭什么 好 我常常拿这一张 我拿这一张10.8亿美金乘以28除以6.16 那它股价应该多少 UMSC01 好 我们来看 看到这里 UMSC01的售潜进度如何 跟北美公司讨论人在进行当中 目前已到后期谈判的阶段 涉及保密协定不方便说 疫情稍微影响讨论进度 不影响售潜的决策 这是什么 这6月10号的 也就是当时开所谓的法收位 6月10号 那记者问公司公司的回答 好 那我们看 你看到UMSC01 UMSC01代表什么意思 来 我们来看这里 UMSC01 是全球第一项官方许可 兼职干细胞的药 它叫韩国新电土更有多的优势 那韩国新电土这家公司 10.8亿美金 看到10.8亿美金 好 可是韩国这一家 它是用什么 它叫骨髓干细胞 那骨髓干细胞是比较老的细胞 那长生用的 长生用的UMSC01是现成的 什么叫现成的 我可以做药 一罐一罐 那骨髓干细胞它是人对人 配对 那议题几代坚子干细胞 我可以做三瓶 一瓶一瓶 你说上去有多大 再看 而且它的最主要是它年轻 几代坚子干细胞叫年轻 各位 它是叫年轻 而且它有很多独特的培养 反正长生的培养是独到的 而且有专利的 这种东西 我的结论就是 我知道它一定会来 那一定会来什么时候来而已 这为什么我叫我会员 你要hold住 我一个月烧200万的节目会 我可以带其他股票 我再收新的会员 可是我为什么不要 因为我的会员 我说我的会员就是我的衣食物母 有的人跟我好几年了 我既然带他做一档 我节目会烧 烧节目会两个 一个月200 200张烧 有什么关系 我就hold住 这场场证如果 骨髓坚子干细胞 它几代坚子干细胞 几代坚子干细胞 如果受钱了 把人买不到 那 有可能剩下 这个礼拜就公告 因为第一剂 原先第一剂 那疫情的关系有严 那如果是第二剂 剩下几天 就算没有第二剂 那再来 还是会来 那我请问你 我说人生有的时候 做对一档股票 你如果会做力望 请问 去年的三月十九到 今天最高一四七五 这样你够不够 你只要八百万 就有七千多万 八百万就有七千多万 那长盛我认为 它当然会比力望更彪悍 而且可能时间更短 所以你有六七月长盛的人 一定要来参加我会 我还是这样子讲 例如长盛 但是你也破裂掉 到时候你们 你们不怕买老白 所以我就要会人豁住 有长盛的 想操作长盛的 六七月长盛的人 那来参加会人 尤其这几天非常重要 乾隆不要被洗掉 打电话 没同一个时间 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供参加